好 这一节我们来关心中东的局势 在4月10号开灾节的第一天 以色列照常的持续轰炸加萨走廊 总理纳坦雅胡他更坚称 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力量 可以阻挡以色列持续的进军 加萨最南端的城市 现在把眼光望向拉法了 还记得吗 拜登上周才一改他的鹰派态度说 我认为纳坦雅胡正在做的是 是个错误的事情 联合国安理会 我们也看到近期 美国首次在里面投下弃权之后 也通过决议了呼吁加萨停火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纳坦雅胡 无视拜登的谴责 还有安理会的决议 看起来都像是走个过场而已 因为以色列正在持续的加大 他对加萨的攻击 这一切看在伊朗的眼里 简直是无法可以再忍受了 根据最新的情资显示 接下来伊朗即将对以色列 发动大规模的攻击 我们现在要来看到 中东大规模的战火 难道恐怕要一触即发了吗 哪些人可能在接下来成为 伊朗战争的代理人 美国将会在这一次 再次的将自己陷入 中东的战火之中吗 这一节我们都来一次的做解析 好 我们先刚刚提到的 不甩拜登还有联合国安理会 这个纳坦雅胡就是要打拉法 他不怕让以色列变成众矢之地吗 为什么他要一意孤行 上知哥怎么解读 真的很难想象 纳尔亚胡现在连拜登都阻止他 不听 联合国不听 包括现在德国消枝当面阻止他 他都不听 现在我们看国际没有任何一国的领袖 可以这样讲支持纳尔亚胡 但他为什么这样子 我想纳尔亚胡我们要了解他的背景就知道 这他首先他是老鸟了 他第三次当总理了 而且他所代表的是整个以色列 中东的所谓的真的是极右派最右派 极端的民族主义 所谓极端民族主义在以色列一个非常大特征 就是说他并不是一个政治思路而已 他是一个宗教立场 也就是说纳尔亚胡背后的 他包括他的阁源 包括他的政党 支持他的核心力量 其实充满了宗教情怀 非常强烈的右派的极右派 所以大家都觉得在逻辑上 政治的这种国际关系上 你没有道理非要这么做不可 但你从这个他的立场 他的角色 他背后的租金 就知道为什么这么做了 其实第二点我们来看的部分 从军事战略上当中来讲 你也不得不承认 一旦发动战争之后 你就是一条道走到黑 就是说你在任何当中停下来的部分 你那个自我反噬 就把你先前所有一切做的战争的决定 就自己打脸了 要知道纳尔亚胡现在包括 现在以色列自己内部的民意 包括对他的反对的声浪 已经超过五成以上 非常非常强烈 所以也就是说他现在如果有任何一番迟疑 不继续的往下打下去的时候 那个反势力是包括他的政党 他自己 那个部分应该是连下台都难以弥补了 我觉得最后一点我要表达的部分是 战争我们也知道对于政治人物当中 这也有一个具备的很深的私心 也就是说当你战争继续扩大 乃至未来跟伊朗以一战争 真的扩大的形势下的话 以色列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不需要纳尔亚胡 过去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布希时代来讲 何尝不是透过战争当中发动战争 发动恐怖主义来维持他的政权 这里头纳尔亚胡有没有这样的私心 我们可以慢慢来观察 好 看起来这个纳尔亚胡他已经很坚决 这个背后还有宗教等等势力 一定会再继续的打下去 那么以色列如果规划向拉法发动地战的同时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来自于 美国方面的情报显示说 现在伊朗或是他旗下的代理人 即将针对以色列的军事 还有政府目标要来发动大规模的飞弹 无人机的攻击 伊朗最高的领袖我们画面上看到哈马尼 他也在4月10号再次的重申 绝对会报复以色列对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的袭击 因为这攻击领事馆就等同是在攻击我们以色列了 我们现在来看到以色列他集结大批的军力 要即将要来打拉法 难道他不怕这个以色列这个时候 如果背负这个让以色列背负受敌吗 舰长怎么看 我最近也试着站在纳尔亚胡的立场 我觉得他现在进入了一个 他可能开战以来最难决定的一个时间 为什么呢 因为拉法整个原来他们就是在打北部的时候 一直叫你们到南部去 拉法原来只有大概十几万二十万人左右的 现在变成一百五十万难民在这里 然后这么多人挤在这里 全世界已经对你有这么多的责难 你们一点都没有人道精神的时候 你还要打这里 那你叫这些人往哪跑呢 再往北部跑回去吗 所以我都觉得他是不是应该要停下来了 那前几次不是上个礼拜吧 不是在上个礼拜有七个人 国际人道救援 被他们不小心给打死了 全世界哪一个国家领袖不出来责难他 所以他就把这个加沙南部的军队 大海部门都撤走了 只留下一个旅一千人 才刚撤走 第二天哈马斯就发动了五枚的 叫做火箭弹攻击以色列境内 我当时居然想说 你一撤走 好不说你是这个纳尼亚湖 我才撤走 你就这样打我 那我真的停火 他们会停吗 今天如果说双方达成一个停火协议 纳尼亚湖是军队 我说军队不准开 他就真的就停了 这是一个正规军 哈马斯呢 哈马斯领导就说 好了我们这两个礼拜不准打 你以为就不打了 那底下一个人一火大 昨天他的一个心爱的人被打死 今天拿了一个枪弹 看到那里一堆点 他可能就打出去了 这场战争很难 真的很难停下来 那你说他如果这次打这个 拉法这个加沙的南部 那真的是 你说易朗会不攻我 真的不信 全世界都等着你 你打 你打打看 我易朗就一定攻你 那易朗攻他之后 你说美国会怎么样 我觉得大家把现在你所有的眼光 应该关注在中亚这里 俄乌不要太理了 南海搞不了大事 台海暂时也不会出问题 这真的是有可能造成 世界大乱的一个 或甚至引入第三次世界大战 接下来的发展 请大家每天都去关注它 好 看起来伊朗跟以色列的态度 都非常的强硬 接下来伊朗对以色列的报复规模 可能会有多大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这个伊朗可能会透过代理人 不太可能会真的自己出手 可能会透过代理人吗 魁伯老师又怎么看 这个透过代理人 当然是伊朗发动 对以色列攻击的一种选择 而且这个伊朗的代理人还蛮多的 对 以色列的不能讲四面 因为它左边的海没有伊朗代理人 但其他地方 大概都会有伊朗代理人的威胁 这伊朗代理人包括了像 在伊拉克的武装民兵 虽然说离以色列比较远一点 但伊朗也是支柱它 然后另外譬如说在哈马斯 以色列已经跟它都在打仗了 还有像黎巴嫩的真主党 伊朗都有支持的痕迹 还有在南边的叶门的武装力量 特别是我们最近在红海的新闻 讨论很多的胡塞组织 伊朗支持的 所以这些其实还有包括在 中东境内少数的一些实业派的 分散的这个乡民游泳好了 这样讲 就是这些都是有武装的 这些一般的乡民 他们其实也受到伊朗多多少少的支持 他们不一定是伊朗的跟班 但是第一个 他们需要伊朗的这些军事物资 或者是经济物资 第二个 他们都有跟伊朗共同的目标 目标当然不是世界和平 目标是削弱甚至打倒以色列 所以这一群伊朗可以随时点名 跟他们策划好 小地 对攻击 不管是骚扰以色列边境 或者直接对它产生一些攻击 但是不会是伊朗自己出手 但是这只是一个可能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因为这已经到了这个 我们讲说叫做小鸡游戏 就是两台车要对撞 谁胆小 谁先把车头撇过去 你就是chicken 你就是诺夫 英文叫chicken 所以叫小鸡 那现在以色列跟伊朗 现在真的就是一个 类似小鸡游戏 对 现在只是重点说 他们之间有没有沟通 如果他们连沟通都没有 那真的是标标准准的小鸡游戏 那谁要先示弱 以色列把话端得这么高 伊朗最高领袖 哈密尼也讲得这么凶 那最后就像舰长讲的 下不了台的时候 怎么对国内交代 伊朗会不会自己出手 点了几个以色列 在中东附近的政府或军事设施 甚至不一定在以色列境内 就像以色列 他之前攻击这个伊朗 在国外 对 去两大使馆 一样嘛 以色列是攻击别国领土上的 伊朗大使馆 只不过这个大使馆 被视为是伊朗的领土 那伊朗会不会 那个如法炮制 就去打一个以色列 在其他地方的 以色列的大使馆 或是政府机构 这也是可能的 但是如果要升级到 更高层的话呢 我觉得在那之前 应该我们会看到 中东国家 还有像美国 应该会有一些斡旋的动作 斡旋失败 大概才会有一些 比较高层级的战争发生 好 所以这当中 如果这个事态 再持续升级的话 关键还是在美国了 我们要来看到 现在美国的态度 先前这个以色列 刚刚老师特别帮我们提到 这个叙利亚的使馆被攻击嘛 那这个哈米尼 他已经提出严重警告了 在提出这个警告之后 美国当然也会很紧张 我们先来看到美国的态度 他过去一向就是挺以色列 拜登总统再次的 向伊朗喊话 他说我已经告诉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了 他说美国保卫以色列 会免于你们伊朗 以及代理组织的威胁 而且拜登他特别强调 我们来看到画面 他说这个承诺是 坚如铁甲 而且他说两次 他说我再说一次 坚如铁甲 我们会竭尽所能 来保护以色列的安全 三月份我们刚刚才提到说 美国在安理会 才投下这个弃权票 针对这以哈停火协议投票 等于说他也没有支持 以色列进攻加萨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拜登的态度似乎转为鹰派 他已经警告伊朗了 美国一定会挺以色列到底 接下来美国能够在中东局势 可以发挥哪些作用 上子哥 我想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 这个最近在全世界 认为以色列跟伊朗 要开始战争了 也就是说不只是以哈战争 以伊战争这件事情 特别在国际资本圈的部分 大概整体来说 应该是空头或各方面的看衰 容我先表达一个 因为我自己很爱从国际资本市场 我觉得是这样子 全世界如果有战争的动荡 谁会最敏感 政治的喊话这些动作 我认为都还是慢的 情报会最先 我觉得现在包括拜登之所以 会开始警告伊朗 当然以美国掌握在伊朗当中 准备战争的情报 到什么样一个边际 我认为当拜登说狠话表示 表示伊朗的部分 肯定已经到个地步了 我觉得现在我们看到 伊朗的部分的最高领袖 他部分讲出这样的话 难道是他讲完才开始准备吗 从我相信从以色列在先前 对于巴勒斯坦动手开始的那时候 大家就在看 因为很多人都认为 哈马斯背后就是以伊朗的部分的势力 所以迟早对后就到伊朗 你就说从另外一角度 伊朗准备跟以色列开干 已经好几个月了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在这里头 国际上我刚刚讲 经常在看要看资本 我觉得在最近我们看 除了在包括美元最近虽然强势 可是你很难看到 因为美元强势 突然油价下跌 金价下跌 他们是对比的一个避险 但是最近美元上涨是强势 没想到油价现在不断上涨 在这两天大膜继续调升 油价的预测将近10% 你要知道在最近半年以来 大概整个金价的调涨 已经飙升了25% 在最近大概不到一个月以来 又已经飙升了7% 也就是说全世界这种 跟战争避险的美元 油价 金价 疯狂的上涨 你就可以知道 难道大家是只是恐慌而已吗 大家都有很多情报 资本是对战争最敏感的 也就可以知道 因为这里头包括以色列跟伊朗 一旦战争 油价的这个部分的影响性 那可能包括大家都可以联想到 现在谈包括第三次世界战争 连带扩散性 包括中国伊朗跟包括俄罗斯的结盟 局势的这样对抗 有很多的可怕的想象性 所以我从这些指标 让大家可以理解到 我相信拜登说狠话 背后不能只从政治看 要从情报 战争情报系统 首先观察 以及从现在包括华尔街日报 对不起 华尔街的资金为主的全世界 这些已经在进行 跟在反映的准备 就可以知道 以色列跟伊朗的战争 恐怕已经是建策悬上了 以色列跟伊朗 现在在情报上面 还有避险资金 我们都可以看到 从这些各种的迹象 都显示会开战 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说 美国他如果要在中东 展现这个尖如铁甲 刚刚拜登这样讲 如果我们是以武装 武器的部署上面来讲 美国接下来在中东 可能会如何来做 这个他的布局 他可能会派地面部队 再进入以色列吗 还是我们说 这个航母可能会重返地中海吗 舰长怎么看 美国如果派航母回去的话 我可以告诉你 他第一要忧心 如果伊朗发动一个先进的 这种导弹来打他的话 那他真的可能会非常危险 他有一艘军舰被打到 那个人员密度 船上的炸药或那种飞弹 都可能会造成很大的一个伤害 所以他应该去 如果我派船去 他要想 因为现在的局势 已经不是刚开始那个局势了 现在每一个东西 他可能都要很头痛 现在拜登我想 他可能很头痛 就是说我该怎么办 派船去 我要负很大的风险 派地面部队 他会重造阿富汗的负责 因为他所有面对的都是 几乎不是正规军 各种的激进组织 这种最可怕 这种东西你很难去处理 我今天派了大军来 谁会被吓到你知道吗 正规军会被吓到 正规军我们就知道 美国太厉害了 我们不要跟他敌对 那些躲在山里面的 这些激进组织 谁会理你这些东西 他扛东西来发射 一个被他就发射了 那如果他们现在都是因为都是一些比较原始的武器 再接下去 如果有这些比较先进的 好比说伊朗拿出一个超级快速的飞弹 我可以告诉你 那个可能会改变战区 为什么 他可能打到穿透一个美国的一艘军舰 巡洋舰 那个死就不是死几个人 那个船上就是三五百个人 你要死多少人 万一油弹又炸呢 所以他的确是非常的困难 他想要说我坚定的支持以色列 最重要的一个我觉得 他是说给以色列听的 你不要乱来 你不要拖我下水 因为你可以发现这个纳纳 我是不听你的 他万一又去攻一下伊朗 美国那么说 那你这样子你都不听话 我不理你 很难 那他怕不怕把他卷进去 他当然怕 那怎么办 来的军队都不要动 你放心 我一定保护你 所以你不要随便乱打 他有这个味道在 是 请他们停下来停火 好 谢谢舰长的补充 我们收集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